泡鳥奶粉訣竅 鳥粉 倒溫水 倒奶粉 攪拌 餵食 泡鳥奶粉 真的這麼簡單嗎 其中的小技巧 其中的學問 我來教給你 來 嗨 大家好 我是專人 歡迎收看 都是鳥氏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次 如何泡鳥奶粉 好啦 我們在泡鳥奶粉 最主要 最主要的 重點就是 要讓鳥寶寶 健康長大 這是鳥爸、鳥媽 共同的期待 只要掌握了正確的 泡奶水手法 就算是新手 你也可以做得到 你知道不同的 鳥爸、鳥媽 只用相同的 鳥奶粉 養出來的鳥寶 一隻白白胖胖 一隻乾扁無肉感 其實 只要你有 我這個老師傅 教你正確的 泡奶手法 你也是可以 養出 白白胖胖的 幼鳥寶寶 接下來的影片裡 我會把我20年 養幼鳥的經驗 分享給大家 這期的內容由 奶粉品牌 總類介紹 泡奶水的方法 最後還教你 泡奶水的小技巧 都會一一的呈現 養幼鳥心得 養幼鳥 過程 最有樂趣的 就是為鳥寶寶 喝奶水 我們希望 鳥寶寶 可以藉由 喝奶水 健康 長大 但是 泡奶水 只是 鳥奶粉加熱水嗎 這麼簡單嗎 當然是 因人而異 如果你成功過 你會說 YES 假使你是養幼鳥 養得不好的那個人 或是養幼鳥的過程 非常的不順 可能 也不知道 去哪裡找救兵 其實 我曾經也是 剛開始養幼鳥的時候 萌萌懂懂 也許是新手的運氣好 鳥寶健康長大 但是 在養鳥的歲月裡 幼鳥寶寶也會出現狀況 有消化癡緩 拉西便 嘔吐 脫腸 等等 都遇到過 而後我們會教大家 如何 防犯和處理 鳥奶粉品牌種類介紹 市面上 鳥奶粉品牌眾多 我先以最普遍 可以找得到品牌的來介紹 最大的兩間 應該是 A牌和K牌 這兩個都是國外的品牌 品質穩定 即長久經營 普遍都在各地鳥店買得到 可以說是長青品牌了 至於我是A19 A21 還是A19 那 我覺得 你可以 詢問 你們的鳥店 那你的鳥適合喝什麼 那你的使用習慣是什麼 來決定你的鳥要用哪一種 那兩種我都有量過 我都覺得很棒 很好用 A牌來說 粉末顆粒細小 聞起來有香香的水果味 在沖泡時 比較容易使用 K牌的話 粉末顆粒比較明顯 聞起來比較有堅果的油味感 需要搭配熱水 比較好沖泡 鳥奶粉使用說明書 和經驗談 依據包裝說明 上面提到 配方有酵素 液菌成分 所以沖泡使用溫水 就是不超過60度的水 請切記 除了你可以參考上面沖泡比例 建議只參考 我個人經驗來說 在一份粉加入3到4份的溫水 濃度比例會影響鳥堡吸收速度 我會先嘗試抓出鳥堡消化一餐的時間 以4小時為主 再來調整奶水濃度 通常1比4的濃度 正常在4小時消化完畢 1比3濃度 在8小時消化完畢 不過有時候太濃 反而適得其反 請小心使用 這邊示範1比3和1比4的濃度 看得出來1比3的濃度比較濃稠嗎? 泡奶方法 我們會介紹三種方法 1.鳥界前輩獨門方法 2.簡易式泡奶方法 3.科學式泡奶方法 三種方法 三種方法 總有一個 適合你的 鳥界前輩獨門方法 他叫Michael 自我學生時代 剛接觸寵物鳥時認識的 那時候 我認為最會養鳥的人 我也跟他請教過不少問題 當然 也包括 如何泡 鳥奶粉 欸! 又人欸 別衝啦 大哥 我很好奇 看你在幹什麼 我這個 是蝦啊 蝦鳥應該不是幼鳥 為什麼還要餵 什麼要浪費喔 因為他們這種教啊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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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這樣 我告訴你我給你擋 相信卡 不要聽你網路在黑白好爛 這老大夫跟你擋一定是對的 我穿這這麼久了 是不是 我給你擋 我告訴你站上去看 我給你擋這個武林符 要跑 我們還要調內蜜 這蝦子專用的蝦子 大概 我拿著蝦子 一量差不多落下 擋一下 你看你擋的蝦子才落下 我們擋一下 大家擋一下 擋一下 好 我去用熱水 這個是冷水 這是熱水 我們先擋冷水 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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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好擺 冷水的擺擺擺好 否則如果熱水下去 你擋不擺擺 擋一下 再來 來 這個熱水我這個有大瓢的 要把它倒下來 倒一些刮就好了 撩一撩 再把它 拋起來 高度 就要像米涼一樣 像米涼一樣 你要水 像椒子 這不能熱 這要燒到溫溫 溫熱感是幾度C 幾度 我怎麼知道 你要抹一下 我們用手去抹一下 這樣溫溫 這樣溫溫就可以了 知道嗎 這樣你會不會 那我要拿什麼胃良 要用什麼吃 你可以拿湯匙 小湯 雞湯 這樣溫溫 這樣溫溫 我建議 你用湯匙 要扭 比較簡單 好 簡易式泡奶 方法 器材介紹 乾淨順手就行 乾淨的湯匙一支 先嘗試黃金泡奶比例 1比4 1湯匙奶粉 比4湯匙水 搖起1湯匙奶粉 裝熱水 90度C左右 裝常溫水 28度C左右 水需調配成溫水 用2湯匙常溫水 混合2湯匙的熱水 加入1湯匙的鸟奶粉 均勻攪拌 通常奶粉 都會有添加酵素或液菌 超過70度的水 會殺死這些酵素液菌 切記 使用溫水 可以有效保留酵素液菌 有連結成塊不用擔心 屬於正常現象 等等後面有 連結成塊 解決小技巧分享 幼鳥喝奶水的溫度 介於40度到42度之間 溫度太高 幼鳥會被奶水燙傷 溫度太低 幼鳥會不喝奶水 好 通常我們會在 我們的電子溫度計 去量它的溫度 那如果有些朋友 你沒有電子溫度計 也沒有溫度計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教你一個方式 因為這是鐵杯比較好量 你就把鐵杯放在你的手 從這裡 你就感覺得到 那這個感覺的話 大概就是溫溫的就好 因為我們的體溫是36、37度 那我們需要的溫度是40度 所以它是略溫 它不燙手 你看我像這樣 不會燙手就行 那我們就量一下給大家看 大概39度 假如你餵食速度比較慢 慢到奶水都冷掉 建議你可以用個保溫水盆 也是用熱水加常溫水調配 溫度感覺為溫熱 不燙手即可 採用隔水保溫方式 這是用軟管餵食方式 我會另外出影片 教大家如何用軟管餵幼鳥喝奶 科學式泡奶方法 先介紹我使用的泡奶水用具 有電子秤 精度為0.1公克 初級餵食器具 鳥用湯匙 進階餵食器具 注射筒和軟管 我會用影片教大家如何使用 這兩器具餵食幼鳥 電子溫度計 建議養幼鳥必買 三個小糧杯 保溫套組 內杯 白鐵杯 加外杯 透明壓克力杯 讓新手的你 慢慢餵食又鳥 再也不怕 忍掉奶水了 好我們是一個專注鸚鵡飼養教學 鳥色管理 還有繁殖富裕技術的分享的節目 我是專人 歡迎來到我們的 都是鳥式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們 一系列的鳥影片 我買的電子秤大概就手掌大小 準確的秤出奶粉比例 是控制奶水濃度的最佳辦法 因為每一餐濃度不均勻 對幼鳥來說都是一種風險因子 為了鳥堡健康安全 電子秤必須買入 只要選電子秤 精度有0.1公克就可以了 記得泡奶 先從黃金比例 1比4開始 一份的奶粉 配上4份的溫水 之後濃度 再按需求做調整 像我就會把 需要喝多少量 算出來 寫個範圍表 日後再泡奶水的時候 一看就明白了 避免浪費 假如要泡40克的奶水 需要奶粉10克 配上溫水40克 溫水比例 糖溫水20克 加熱水20克 先倒入溫水 再倒入奶粉 攪拌均勻 會有連塊出現 是正常的 等等我會教大家解決方法 奶粉充分化開之後 餵食溫度在40-42度C 溫度太高 會燙傷又了 溫度太低 又了又不吃 保溫套組使用方法 倒入各一半的熱水 和常溫水混合 我們要在透明壓克力杯上面 先做記號 這樣我們倒入的水 就不怕不足或太多 滿出來 保溫系統大概就是這麼運作的 讓幼鳥寶寶 長期喝冷的奶水 有可能會拉肚子 學會保溫奶水 是非常重要的 餵食之前 量一下溫度 很好 是40度C 分享之前餵食影片給大家 有用軟管餵食的 湯匙餵食的 這兩個方式都會拍成影片 讓大家更明白如何使用 不管是鳥界前輩教的 簡易式的 還是科學式的 泡奶方式 我們都把三種方式交給你 讓你有更好的學習體驗 泡奶小技巧補充 只要你泡過鳥奶粉 一定碰到過這種情形 就是奶粉沾黏成塊 有時候還要費很大的勁 才能攪拌均勻 只要買一隻攪拌棒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一點是 攪拌完的奶水 都需要靜置約60秒左右 讓其穀物粉 充分吸收水後 化開水解 讓幼鳥更好吸收其營養 其實 靜置還有個好處 就是會順便解決 沾黏成塊的問題 只要大概攪拌後 靜置60秒到90秒 就會讓奶水化開水解 也沒有沾黏問題 有沒有買攪拌棒 都無所謂了 錄益事項 每一餐餵食 多少都會有剩餘 為了你要保健康 不要隔餐餵食 避免食物腐敗 吃下肚 那剩下的 就到掉吧 好啦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日後我們發新片的話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啦 欸 等等 先別走 我們影片最後 還有一些鳥的影片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是我鳥射外面的空地 這是我鳥射外面的空地 通常我都會 在天氣晴朗 有陽光的時候 把鳥籠搬到外面空地上 讓鳥兒曬曬太陽 順便沖沖水 洗洗澡 看能不能洗 看能不能洗 看像是不想洗 看像是不想洗 然後 可能 有點風 等下沒風的時候 我們再潑水試試看 那裡面的話 我們在裡面 處理我們的 鳥架子 要避免 做了 知道嗎 可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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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